吕布吕凤仙 提着宝剑来在了丁园的寝帐 这老丁园呢 坐那还看书呢 一看吕布进来 跟人家还挺客气 我爹儿 你因何深更半夜的来看爹爹我呀 你怎么这么孝顺呢 吕布啊 把宝剑就拽出来了 老东西 谁是你儿子 我是你爹 是爹我都不满足了 我是你祖宗 要命的祖宗 就这一件呢 把丁园脑袋就砍下来了 老家伙到死都没整明白 吕布啊 找个包袱瓶 把这人头给他包好了 然后拎着 骑赤兔马来见李肃 李肃是非常的高兴 哎呀 奉仙贤弟 你办事效率可太高了 赶紧 把这人头献给董公呢 书说简短就见着董卓了 这老贼一看可乐坏了 一撩袍就要给吕布跪下 吕布赶紧双手相缠 哎呀 吕布不敢收礼 吕将军 来到我董卓帐下 我我我我如汉苗得甘雨啊 带我参见奉仙贤将军 带我参见凤仙将军 又要磕头 哎呀 吕布不敢 董将军快快请坐 这吕布掺着董卓 让董卓坐到那了 这时候吕布哭通一声 跪倒在面前 董将军呢 您若不嫌弃 我愿拜您为义父 跌跌在上 授儿大礼参拜 说完了 邦邦邦就磕响头啊 哎呦 把董卓给高兴的 这嘴都喝不上了 我儿奉仙 快快请起 请起呀 这老贼可就忘了 吕布是怎么来的 丁元是他的干爹 一见把脑袋剁下来了 然后拎着人头 来拜着董卓 那个干爹的脑袋 在那摆着 磕头又认这个干爹 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呢 可是董卓呀 没想那么多 答应的还挺快 奉仙快快请起 外边白燕白燕 呲啊 扎呀 这就喝上了 各位 刚才李肃啊 给这吕布 评定了八个字 说他是永而无谋 见利妄议 这玩意儿可太准确了 到了后文书 张飞张义德 一看见这吕布 就骂他是三姓家奴 你吕布姓什么呀 你姓吕呀 没想到 你拜丁元为义父 又姓了丁了 可是见利妄议 把丁元给宰了 投奔董卓 管董卓又叫爸爸 又姓了董了 所以说他是三姓家奴 逮谁呀 管谁叫爸爸 非常奇葩的 非常不靠谱的 这么一位员工 咱们单说这董卓 自从收了吕布之后 三九天穿裙子 可就抖起来了 从此啊 是天不怕地不怕 阎王爷老二 他是老大 自己加封自己 做了前将军 而且加封吕布 为七都位 中郎将 都庭侯 军师李儒呢 又劝他 主公啊 您借这个机会 赶紧废少帝 立陈流亡为军 事不宜迟 东卓连连点头 这就布置好了 把文武百官都给请来 让吕布带领着 一千军兵 还礼在左右 正当中摆上酒宴 这文武群臣进来 一看 哎哟 我爹妈呀 吓得之哆嗦呀 吕凤仙 拿着话题 保着董卓 老贼往中间 这么一坐 各位 今天老夫 要学一引火光的故事 废少帝 为鸿农王 立陈流亡为帝 有不从者 斩 哎哟 把大伙给吓得呀 都不敢说话了 您别说 还真就有特别尿性的 袁绍原本出 蹭站起来了 董卓 天下大事 不是你说了算 也不是我说了算 当今天子 是先帝敌生 又不是庶出 而且并没有过错 你一个外任的刺史 有什么权利 敢费少帝 而立陈流亡呢 老贼董卓 推焰吃恩崩凰 嘎嘣 苍朗朗朗 宝剑出侠 嘿嘿 好你个袁绍啊 你也想试试老夫的宝剑吗 这袁绍还真就不听邪 苍朗朗宝剑也拉出来了 董卓 旁人怕你 我袁绍不怕呀 咱们比一比 这宝剑到底谁的更锋利 这董卓真火了 脉步往前走 就要杀这袁绍 袁绍也不示弱呀 往前一进步 就要宰这董卓 军师李竹在旁边呢 赶紧当中这么一分 哎呀 主公啊 请您窃息雷霆之怒 少发虎狼之威 袁将军 您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有话慢慢的商量吗 哼 这袁绍瞪了董卓一眼 转身脉步 可就出去了 回到家里头收拾东西 然后玄节东门 起码是购奔冀州 那位说了 玄节东门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节呀 就是代表官职的 这么一种东西 当然了 得是高级官员才有节 低级官员 没这个玩意儿 袁绍原本出玄节东门 那意思就是说呀 爷爷我不干了 董卓耶 咱们撒尤娜拉菇的白了 消息传回来 可把董卓给气坏了 按照老贼的意思 就想把袁绍他们家 全家抄斩 互灭九族 但是军师李儒 给他出主意呀 主公哎 那袁绍他们家 是四氏三公 咱们小不忍 则乱大谋啊 依我看 还以收买为上 这董卓呀 正着头脑挺不错的 好吧 袁绍所作所为 老夫不怪 而且还要加封他的官职啊 为了显示胸怀 这董卓呀 就被袁绍为渤海太守了 这是后话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这年九月 这董卓就请少帝刘便 升作嘉德殿 闻东武夕 站立两乡 老董卓站在庙堂之上 手拿宝剑 对所有大臣可就说了 如今天子暗弱 吴德为君 现在要废他 为红农王 立陈流亡 刘邪为君 如有不从者 推出武门 斩首示众 大家伙一看 哎哟 这老董卓旁边 站着吕布呢 手里头拿着 画杆方天吉 面对此情此景 这嘉德殿 一点声响都没有了 别说出大气了 哎连扁屁都不敢放了 老董卓一摆手 来人哪 请少帝下殿 面北常跪称臣 这小皇上流便给吓的呀 屁滚尿流的 多里多梭 有打宝座上头 可就下来了 有人拽着他 面朝北 可就跪下了 大臣们心里头悲伤啊 心说啊 这董卓欺人太甚了 连皇上 他都敢这样对待 那么我们就更崩提了 哎呀将来呀 都是朝不保夕了 这么多的文武大臣 要说一个有骨头的都没有 那也不尽然 旁边啊 蹭 就窜出了一位 用手点指高声的断骂 逆贼董卓 你无端费力君王 罪不容诛 老夫我以静邪 见你 静邪见你啊 就是说把脖子我拧断了 用我这一腔热血 我喷死你 话音刚落 这位呀 把掌中的象牙护板就轮起来了 一上市下 搂头便砸呀 各位 这护板是象牙做的 那也挺沉呢 大臣上朝的时候 奏本呢 他怕忘了 怎么办呢 就写在象牙护板上 一边说呀 一边看 所以说这象牙护板 就是老式的提词器 好 这位就拿这玩意儿 敲董卓的脑袋 董卓也是一员大将 年轻的时候也骁勇非常啊 赶紧往旁边一闪身 哎 一下可就躲开了 这象牙护板走空了 刷啪啪 摔到地上了 只摔了一个纷纷碎呀 嗯 董卓瞪大了眼睛 仔细观瞧 却原来是上书盯管 哎呀 好一个胆大的皮肤啊 来人哪 把他与我拿下 推出无朝门外 斩起包来 一声令下如山倒 武士望前 就把这丁管就给抓住了 丁尚书骂不绝口 面不改色 可是那也没有用啊 推出去把脑袋就剁下来了 所有的文武群臣 全都给镇住了 面面相去是忍气吞声 老董卓吟危肆虐 就请这陈刘王刘邪 登基坐殿 接受群臣的朝贺 刘邪呀 他是九岁登基 这就是历史上的汉县帝 这皇上可是够倒霉的 现在是董卓独霸朝纲 再后来李觉郭寺犯长安 后来这一辈子被曹操控制 邪天子以令诸侯 最后呢 让曹丕给废了 让出了汉室天下 汉县帝登基改元吧 就叫做出平元年了 从此之后老贼董卓 熊瞎子打立正 他是一手遮天呢 自己夹封自己为相国 从此之后是剑吕上殿 整天呢 就是拿刀动剑的 到金鸾殿上溜弯去 不仅如此 他还冲进了后宫 把退了位的少帝那刘汴 还有他的母亲何太后 他的媳妇唐妃 全都给害死了 然后呢 又每夜进到皇宫里头 夜宿笼床 看汉朝皇上留下的这些妃子 娘娘 哪个漂亮 他把哪个叫过来 陪着他一块睡觉 欺负皇上是这样 对待老百姓那就更不客气了 有时候带着人马出城去溜弯去 一看哎哟这地方啊 搞什么庆典活动呢 老百姓穿红的挂绿的 兴高采烈 仔细一观察啊 好吃好喝真不少 美女也是如云 得嘞 我都得着不 这就一声号令 给我杀给我强 兵就是匪 匪就是兵啊 这就指董卓的军队说的 望上这么一冲 见男的就宰 见女的就抢 什么金银财宝 细软之物啊 装到车上就给拉走了 等把人头砍下了一大堆 拉得满满的一车厢啊 敲着锣打着鼓 回到京城 见老百姓还宣传呢 说董乡国 七开得胜 马道成功 杀灭了无数的强盗 给国家立了大功喽 老百姓都明白怎么回事 可是吓得呀 脑袋瓜子嗡嗡嗡 脖子后边冒凉风 眼睛前边冒金星 腿肚子转睛嘎嘣嘣嘣 敢怒而不敢言 朝中大臣呢 也是一片忧国忧民之心 寝室不安 坐卧不宁 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啊 其中呢 有这么一位可以说是群臣的班头 此人官拜司徒之职 姓王 名叫王允 各位 司徒这个官职啊 可不小 他是正一品 就相当于副丞相差不多 主要的职责呢 是管这个民政 这王允王司徒是忧国忧民 他恨这董卓呀 但是自己没有兵权 两手空空 束手无策 且说这一天 王司徒正在房中端坐 突然有人送了一封密信 打开了这么一看 是袁绍原本出写的 袁绍在信里头写得很清楚 让这个王司徒想办法把董卓给宰了 自己呢 在外边指挥人马做接应 王允一看 可就发了愁了 他明白 每天上朝 文臣武将都瞧我王允 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这国家大事 我也不能不管呢 王司徒冥思苦想 终于想出一办法来 他呀 就假装过生日 把那些贴心的文武官员 都请到府上来了 大家伙来了之后呢 王司徒把酒宴摆下 众人各献受礼 正要落座吃酒的时候 没想到王允端起酒杯来 眼泪是一双一对的望下掉 文武官员一看 这怎么回事 司徒大人 今天是您的寿担之日 这大喜 你看把您给高兴的 都哭成这样 列位大人 我这可不是高兴 而且今天 也不是老夫我的生日 我把众位给请来 就为了汉室安危 现如今董卓 上其天子下压群臣 汉室将毁于一旦 我们都是汉室的老臣 难道说就严正正 看着汉室江山 葬送在老贼 直守吗 说到这儿啊 王允是放声大哭 他这一哭 在座的众官员也都傻了 没有旁的跟着一块哭吧 这热闹啊 差点把房子给哭塌了 就在这一片哭声当中 有一个人别出心裁 站到那儿仰天大笑 他这一乐 把大伙乐懵了 全都不哭了 心说这谁呀 怎么这么标心立意呀 擦擦眼泪 仔细观桥 仰天大笑的 非是旁人 正是曹操曹梦德 这司徒王允可不高兴了 呃 梦德呀 我等如此伤心 你为何 扶掌大笑呢 曹梦德晃晃脑袋 司徒大人呢 我不是笑别的 我是笑你们这么哭 能把董卓给哭死吗 如果说 真要能把老贼给哭死 那没旁的 我呀 陪你们一块哭 呃 这个他 呃 王司徒也懵了 呃 确实是哭不死他 呃 没有那么大的震撼力 还是他 司徒大人呢 我操操 虽然官职不高 本事不大 但我愿杀董卓 把老贼人头悬挂国门 以泄天下 呵 就这一句话 把在座各位全都给震住了 王允赶紧起身离坐 走在了曹操面前 孟德呀 你随我来 两个人离开席面 就到了后边了 孟德 难道说 你真能杀董卓吗 真能为国除害吗 司徒大人 我曹操国有此意 不过您 得助我一臂之力 借给我点东西呀 呃 孟德 你要借何物呢 司徒大人 听说您 家有一口 镇宅之宝 哦 孟德说的 莫非是我的七星宝刀 正是 司徒大人 能不能把七星宝刺 给我曹操 因为最近呢 董卓对我非常的喜欢 我每天呢 要到相府里头去 跟他聊天 我可以借机 用这七星宝刀 刺死董贼 大汉朝天下 可就安稳了 哎呀 这王允呢 看着曹操这眼泪又下来了 孟德呀 你你请上授我一拜 说完了 跪到地上就磕头啊 曹操赶紧双手相掺 哎呀 大人快快请起 我曹操为的是国家 您又何必如此呢 呃 孟德 你稍后片刻带我 取那七星宝刀 说着话 王允一回身到内宅 把镇宅之宝就拿出来了 交给了曹孟德 曹操接刀在手大人啊 曹某告辞 嗯 孟德且慢 这王司徒一拦呢 拉着曹操又回到酒席案间 二话没说 满满的 斟了一杯酒 递给了曹操 孟德呀 你就吃了老夫 这一杯壮行酒 曹操明白 接杯在手哗啦一声 得泼到地上了 这算作明事 告辞了 曹操离开司徒府 王允呢 又跟众位大臣喝了这么一阵子酒 然后众位进阶散去 是各自回府 压下这帮人呢 咱们暂切不提 单说第二天早晨 曹孟德暗藏着七星宝刀 够奔董卓的相府可就来了 这一回刺杀董卓能否成功 咱们下回再讲 了吗 成功 贴小薄 bru刀 50 LEA D 又 aprove 蔓 摩 架